这年是2020年 是处在哪一个地域 我们处的就是下渊八运 根土大运 什么意思呢 根土大运 就是代表在这20年 04年到23年20年 五行为土的事业 五行为土的行业 是最适合的 是最得天使的 那我们从国家的角度来讲 我们国家在这20年 是大力的发展了 我们的基础建设 尤其是和土建方面相关的 对吗 你看我们国家 在十一五期间 这是在这部大运之内 提出的是什么 既要继续扩大投资需求 保持固定资产投资 以合理的规模和速度增长 更要注重扩大消费需求 进一步发挥消费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我们在这个期间 其实大家都是炒房热了 这个阶段 房价涨得很快 对吧 房地产涨得很快 那么国家同样的 在基础营建设 我们俗称叫什么 铁工机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铁路 公路 桥梁等等 这些基础营建设 在近二十年 是国家重点 去做的事情 而且这些方面 都获得非常叫人的成绩 比如像我们的高铁 最高的运营速度 达到全球首位 营业总理称 党局世界第一 那这张图呢 是我们四川梁山州 今年六月份通车的 是我们中国最后一个 不通公路的建设村 实现了车路双通 第三张图 这是我们世界最强的 跨海大桥 朱港澳大桥 也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那么国家在这个阶段 是打新土建 而且土建方面 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为什么 因为在这二十年 是和土相关的行业 相关的事业 发展得最好的 因为在古代 我们称之为地域 刚刚我讲了 我们古代风水 是服务于谁的 服务于帝王的 那怎么服务呢 我们所谓的地域 在古代又被称之为国域 因为国家 应该发展的方向 那么这是国家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是一年 这十多年 哪个行业发展最快 对吧 房地产 是不是 包括还有什么 做工程的 对吧 在这个期间 都是迅速地积累的财富 尤其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 看我们国家 前百强企业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参与房地产 因为这是趋势啊 这就是当下的 最适合发展的行业 那么 我们讲 今年已经2020年了 对吧 我们这八运 还有三年 就过去了 接下来的九运 是什么呢 我们这一年 下来的 是什么 我们这一年 都没有 都没有 辅迅速地活动